你能看出这些刚孵化出来的弱虫是哪种昆虫吗? 实际上它们是一种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虫子,楼沽。 楼沽还有很多其他的土名,比如拉拉菇、土狗和地拉菇等。 楼沽属于昆虫刚直赤木楼沽科的成员,在世界以及我国的很多地区都有分布。 楼沽有着特殊的挖洞的本领,它们的一对前卒又粗又大并且非常坚硬。 同时上面还有一排的定尺状的凸起,这让它们挖洞的时候十分的快捷。 一夜之间,楼沽就可以挖掘出长达两至三米的隧道。 也正因为楼沽有着高超的挖洞技能,所以它们不仅会吃掉植物的叶片, 同时还能啃食植物的根和精,因此它们也属于是人类认知中的害虫。 但是楼沽同时也是一味中药材,具有粒水通便,消肿解毒的功效。 所以这种昆虫也有着一定的药用价值。 虽然楼沽主要还是以植物的根茎叶为食,但是它们有时也会吃一些昆虫的尸体。 如果情况允许,楼沽也会吃活的蚯蚓。 活的昆虫要么跑得更快,又或者非常的敏捷。 有的速度虽慢,但坚硬的盔甲却让楼沽难以破防。 所以想吃新鲜的肉食,也只有蚯蚓比较适合了。 这只楼沽今天运气不错,刚巧遇到一只生猛新鲜的活蚯蚓。 楼沽吃活蚯蚓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罕见的, 这顿大餐足够它美美的饱食一顿了。 感谢观看